今天我们看到外汇市场走势 波动这位强烈的 应该是面对日币的走势 安倍重新规定了 制定了日本进行刺激的政策 增加了相当多的日币的 新的刺激政策 这使得今天外汇市场在走势的过程当中 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外汇市场 都显示出了相当强劲的力量 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日经 这是日经指数 那日经在今天的走势和昨天截然不同 如果我们在日线图上去进行观测的话 在四小时图上进行观测的话 我们发觉昨天的走势是相当强烈的阴线 认为市场认为在今天的时候 行情有可能对量化宽松 还有刺激政策的这种强力的程度 可能有所质疑 所以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日经指数 形成非常大的下跌的行情 我们在之前说过日经指数大幅下跌 会引发日币的跳水 我们看到就是美元对日币的跳水 那我们看到昨天的美元对日币的行情 也是有个一致性的 如果把窗口去重叠起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在最上面的时候是日经指数 四小时图上的日经指数 昨天的大幅下跌 那么小时图上的欧元对日币 也是呈现出昨天昨日和今天 两种行情截然不同的走势 可以说走出了 在四小时图上走出了V型反转的结构 这与日本的政策的变化 有着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今天的行情主要来自于 美元对日币的这个行情的 产生的强烈的波动 这是我们在今天亚洲盘市场当中看到的 走势最为凌厉的一个货币队 那今天我们继续进行讲解 那这里是Co-Trading金融交易学员为您带来的 外汇市场的实战解读 那Co-Trading是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投行级别的 专业的交易策略 那我们是澳大利亚证券公司的 金融远行本基金的操盘者 有着澳洲和中国的基金和金融服务的执照 是CFAA注册金融士分析协会的认证机构 有MAYER自动化交易系统 是全国的专利持有机构 那么作为我本人也是学员的院长和创始人 那我们在一起共度的一年多的时间以来 我们每天一个话题和投资者们一起去了 了解金融市场了解外汇市场 那今天我们讲解的内容会进行到 我们的这个领域就是各国的状况 那上到了大学的二年级 我们来学习各国的状况 实际上金融市场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想要去交易好各个货币 对了解各国的各国货币的走势的状况 实际上是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的 那么我们今天甚至有可能会到明天 我们今明两天都来去一起学习各个国家的经济的状况 那么今天讲解内容除去各国的状况之外 还会有实施交易的喊单 学员交易的点评和美洲盘的事况前瞻 那昨天晚间的时候和大家一起做了 一起交易了欧元对瑞士法郎 我们认为欧元对瑞士法郎会形成多单的整体的多头的走势 来找一下欧元对瑞士法郎 昨天我们看到的 这是欧元对瑞士法郎 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说 欧瑞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形成了底部形态 还记得我们昨天说的那个四小时图上的 就是Z模板当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它的那个中间连续形成1.272的这个数字 那今天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就显示出了它的威力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 今天有投资人去问我 说瑞士老师什么叫0.618配对1.272 这个数字在运行的过程当中非常有意思 就是它在中间会显示出 对行情有着相当强烈的指引作用 就如果第一波下跌回调到1.618 那么第二波走出1.272的时候 昨天这是我们不是不是要看pivot 那我们把这个数字变大 我想我想大家能够看到这个数字 你看得到吗 这是在这里 在这里1.272的这个数字 就是在我鼠标所指的这个区域当中 以及这个位置上的0.618的位置 那记住这种对应的关系 第一波下跌回调0.618 第二波延展出去到1.272 那在这个位置上就是会形成显著的低点结构 那今天在我们的就是初级的课程当中 也有投资人去询问到 说这个结构应该如何在市场当中去解读呢 我只能说这是蝴蝶理论当中的 AB等于CD AB等于CD的标准形态 那么在交易的实物当中 学习蝴蝶或者波浪的这些 这种高阶的交易的方法 我想至少要在终极有扎实基础的情况下 才能够明确的知道这种图形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看到这个图形在从昨天入场之后 那今天已经离场了 它达到了我们的获利目标位 昨天我们制定的获利目标位 就是在1.0945左右的位置上 前期的高点位置上 那我们注意在这里也有一个数字显示了出来 它到了1.0的位置 我们把它变大 这几个数字是中间的关键数字 下跌的0.618 延展浪的 延展中的 延展中的1.272 总是点不到 我把它 把它拉到这儿来点了 延展中的1.272 它已经逐渐的上移到它的上方 预示的行情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些停顿的状况 那假设它上破 那也不是我们这个级别交易的图形 所以我们看到在昨天和今天交易之后 这个可以做获利了结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元对 欧元对瑞士法郎的交易 这是昨天和大家一起做的这单交易 有哪些同学在中间交易到了这个图形 我们在昨天在QQ群中 有些同学交易到了 也都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这是我们看到的昨天的 昨日的交易 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 现在是general advice 不涉及个人理财的规划和建议 如果有交易状况的话 我们也会在实际的交易当中和大家去共同在 共同进入市场 形成交易的 形成交易的实际的交易的获利 让大家一边在学习理论知识 一边在交易中 长到获利的乐趣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的讲解 主要经济体直男 那我们再去研究外汇市场的时候 一定要去了解到各个国家 各个货币对它的发行的状况 以及它在这种经济的基本面上是如何运行的 那所需要了解的各个经济体 那当然 广义的各个经济体 包括它的人口 地域 物产 它的民俗 它的这种风景 我们不去讲如此之多 我们只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待各个经济体 那首先最为重要的当然是美国 这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 也是全球金融制度的制定者 好 那么美国这个国家 50个州一个联邦特区 那整体总体的运 总体大部分在北美洲 那一部分的属于太平洋 那在 大约17世纪吧 17几年 17几年7月4号 那英国从英国独立以来 那么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最强国 也是世界经济体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 最为重要的一个国家 那么这个国家 它有几个重要的进出口的伙伴 我们看到中国 加拿大 墨西哥 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进口的伙伴 那它出口了 主要出口到加拿大 墨西哥等国 这是美国的经济状况 那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我们在今天的 就是今天下午和一部分同学在讨论的时候 再一次去细致的观测了 美国在 美国的整体的运行的状况 我们发觉美国在过去的 十年当中 美国的GDP的数值始终在一个上涨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 就业率的状况也仍然在始终的下跌 我们看到 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 美国的失业率达到10%甚至10以上 而随着美国的两任总统 就是应该是一任总统 最主要是巴拉格奥巴马总统 它的这种对经济的掌控能力 以及包括美联储的伯南克 以及包括目前的最新一任的耶伦 它对美国的这种精心的调养 美国是最先从金融危机当中走出来的国家 它的失业率已经降到了4.7 4.9 Long Fund Payroll在上一期 有过38千3.8万的低值之后 马上又变成了28万4千 这些经济数据都是相当强盛的 去体现了美国的这种整体实力的强大 那我们注意到美国的GDP的增长的年率 2.1% 当然这个数字不及中国了 中国的GDP增长的年率 现在是6.9 那么大家知道哪个国家 就是这些常见的发达国家 和新兴兴国家 哪个最强大的 哪个GDP的增长速度最快 India 这个阿三国家 阿三国家在从2015年开始超越了中国 当然超越中国也是有它的必然性 因为一个国家 那当它家底比较浅比较薄的时候 它快速的增长是容易的 比如说我们想 如果我们家里面一共存款1000块钱 想去增长10%是容易的 把1000块钱变成10%是容易的 那假如说你的你的家产是1亿的话 你想想去增加10%是非常不容易的 就会就会形成这样的状况 那么美国相当强盛 那GDP的增长2.1 好 那么美国 与美国相关的这些重要的经济数据 包括以下几个 我们常见的 与美国相关的 重要的经济数据 包括以下几个 第一个 non-fine payroll 还有 这是non-fine payroll是 是 非常重要的数字 还有 美联储公布的议息决议 也是相当重要的数字 那么美国的GDP数字呢 在美国来说 并不是 它的 就大部分国家的GDP都很重要 当然属于A类数据的 就是第一档次的数据 那么 美国的GDP也很重要 但它不是美国最重要的 不是美国最重要的 经济数据了 除此之外 还有CPI 还有个人消费支出 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等等 这些数字 美国在 它在 最近的几年 显示出非常强劲的 经济的运行 就是 特别是相比于 其他国家而言 它的这种经济上行的动力 是相当强的 此消彼涨当中 美元的强势 是我们在最近一段时间上的 一个主线 美元的强势 是最近一段时间上的主线 那在 美元的持仓当中 我们发觉 在今年的上半年 美元的持仓 逐渐开始变小 甚至美元的 美元出现了近空头顺 但是美元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强的 美元仍然存在 仍然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数值 特别是 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之后 那么美元的强大 资金的回流 会重新使得热钱 从这种新兴经济体和这种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发达国家当中去流出 涌向美国 使得美元再次形成 这种一个强大的涨势 美元强大的涨势 所以我们认为 在一个宏观的大周期 就是假设我们从2008年到2016年 这8年的这个大周期来说 我们发现美元在金融危机当中 它逐渐开始走向了它的新的强盛 是超乎于其他各个经济体 首先走出金融危机 首先迈向强盛的一个国家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元 所以在交易的过程当中 在长线的图形当中 把握美元比较强的这种 把握美元是强势货币的 这个总体的大背景 那么美国在经济发展当中 所有的货币在去进行兑换的时候 都与美元相关 这使得美国去享有了非常多的助币税 所有的货币对待交易的时候 都是使用美元 那么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 美国这种 美元这种对世界上影响最强大的货币 呈现出会越加呈现出一种上涨的力量 这是我们对美国这个经济体总体的看法 然后接下来看一下英国 这个英国这个国家 百年以来逐渐的我们发觉 他从国际的领袖地位 开始逐渐的脱离开了 美国在最近的 就是从二战以后始终是世界的霸主 但是英国 我们发觉最近的几年 特别是在退欧事件当中 我们越发发觉英国 难以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一个角色 因为退欧的原因 相当强的 相当主要的原因 竟然是不愿意收留难民 这对于就是这种基督教国家认为人生来平等 我觉得他做的这些动作和相比于美国 相比于德国做的这种还是没有显得有些小佳气 这是我们看到的英国 另外脱欧事件也使得英国失去了最高评级 标普 会议将英国降级 使得英国失去了最高等级的评级 那么英国呢是一个 就是如果去地理上面去讲英国 是四个联邦国家 四个国组成的 英格兰 北尔兰 苏格兰 威尔士 这么这么几个地方 也是经常闹独立的 我们在之前看过 就是 他的这种英格兰的独立公投事件 中间也会有 那么英国之前是欧盟的成员国之一 但是他不是欧元区的国家 那英镑呢 在今年可以说是 下跌的幅度是最为强劲的 那我们看到英镑从最高的时候 相当高的高位上经历了1.7 1.6 1.5 1.4 那现在运行到1.3的位置上 我们想现在去英国旅行 或者说去购买英国的资产 应该是一个 一个非常理想的时间点 因为英镑处在一个相当低价位的时候 海外市场进入到英国 因为我们在之前看到过说 当澳币大幅贬值的时候 澳洲的房产都会产生非常多的 非常大幅的上涨 中间有两次 第一次2009年的上涨 第二次2013年 澳洲的房产有两次 非常显著的上涨周期 都是在澳币下跌的时候 那我们推几级人去想一下英国的话 我们认为英国一定也会这样 当然这也是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在 为什么我们在去 学交易外币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在交易外币的时候 要先从那些 与我们生活相关的这种产品开始呢 最主要原因就是 我们身在澳洲就会对澳洲的房产的价格 就比就会特别的熟悉 但是对于英国的房地产价格 那你可能就就必须需要去查找一番 才能够找到说 英国的房地产价格是不是 是不是蓬勃呢 那需要去去看一下 当然我之前推荐过大家去看 Trading Economics这个网站上面 有非常多的 有非常多的经济信息 能够帮助 能够帮助大家去找到 它的实际运行的状况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些各个国家的经济的走势 这是英国 在前段时间上 在前段时间上 我们看到英国有了新的女首相 Teresa 那在上一期讲解当中 有一次讲到了 Teresa本人 我把它误认为和她和朴婷慧一样 也是单身 实际上不是的 那搞了一个错误 在中间印 也是我们的同学 时下里面提醒说 Kamon老师 Teresa不是单身 他们家庭很幸福 也是一个时尚女王 她也是时尚女王 那据了解呢 这个人呢 每天去看一些非常时尚的杂志 喜欢打红的颜色 喜欢这种 大颗粒的珍珠形的项链 挂在脖颈上 也是狂放行的人物了 那这种 这种类型的人 大多这种 这种 手段和破例 还是比较 交汇是比较强的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 英国的新变化 那他的新首相的上台 会使得投资人 重新的给予英镑一个估价 也就是说 1.3价位的英镑 对于市场来说 始终在相当长时间上 会把英镑的这个价位 会认为这是一个低价位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英镑的图形 那么英镑在去交易的时候 有一个特点 就是英国这个国家 它是在这些所有国家当中 议席会议 影响最弱的一个国家 有的人说 Kam老师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实际上我并不是说怎么知道 我们在看 其他国家 美国的议席决议 美联储的一言一行 耶伦的一言一行 会牵动市场的走势的变动 那欧洲区的 欧洲央行的议席决议 也是能够带来四五百点的行情 日币更不要说了 那我们看到最近几天 日币的涨跌的幅度 也是相当大 那加拿大的洛佩兹 也是能够影响行情的 那澳大利亚的叫 Glan Steven 在进行利率调整的时候 澳币也是大幅的上涨 瑞士的这个行长呢 叫乔丹 乔丹呢 那当然我们看到 瑞士央行进行干预的时候 能引发数千点的行情 它在中间 是引发的动力最强的 那新西兰的Key也是影响比较大 中国的行长 中国的行长也影响很大 但是制定的政策的制定者 不一定是中国央行的行长 来制定政策 好那卡尼在这里边算是影响力比较小的 它的无论言论也好 还是动态也好 对市场的影响相对 相对较小 那所以我们看到 英镑最近一段时间上 对各种数据的反应都会愈加的狭小 因为英国整体处在一个退欧的 这种成绩期里边来 仍然处在一个成绩期 所以这是英镑 那另外英镑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英镑的波幅是比较大的 英镑的波幅是比较大的 我们来实际看一下 比较一下各个货币的平均波幅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英镑 先来看一下英镑 那英镑它的平均波幅是 每四小时53点 英镑的平均波幅每四小时53点 那看一下澳币的平均波幅 澳币的平均波幅是26点 这些数字我觉得是值得记忆的 请关注这些数据是值得记忆的 那因为你再去设置止音止损的时候 就会与它相关 那英镑的53澳币的20点左右 欧元最近的平均波幅只有23点 这个欧元是相当的这种皮他 有时候我们也把它叫做皮盘 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走也不走动也不动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欧元 直盘的欧元几乎没有交易的 没有交易的这种动力 所以交一些欧元的插盘 美人对瑞士法郎来看一下 今天也是一个大幅的上涨 它的平均波幅是22点 也是并不大 这和欧元相当 和欧元相当 我们看一下纽币 纽币这个货币对 它一共7000点 每4小时的平均波幅30点 聊不得的数据 它的平均波幅竟然比欧元还大 所以我们就看到说 这些平均波幅会使得图形 在运行的过程中 显示出别样的力量 美元对日币在这里边是最高的 54点的平均波幅 每4小时54点 所以交易美元对日币 需要额外的止盈止损 这是我们注意到的 那今天美元对日币冲上来之后 测试了周输轴线 那本周美元对日币的走势 就是在两个输轴线之间走两格 周这个层级往往会走两格 日内交易的时候 日输轴线走两格 也是非常就是日输轴线的时候 我们通常也把两格当成 一种获利目标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交易的时候 很多同学在去学习交易的时候 比如说中级班 我们的建龙在天的交易系统 飞龙在天的交易系统 也通常是说日内交易走两格 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个里边 今天的美元对日币 从输轴线开始 做到输轴线上方的第二阻力位 两格 这是这个小点 两格走两格 也是相当漂亮的 一格到第一阻力位 两格到第二阻力位 也是相当漂亮 所以输轴线上的两格 往往是在技术分析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位置 这是我们看到的英镑 所以英镑的波幅是比较大的 来看一下它的日均波幅 日均波幅 我们把四小时图上的 30节的ATR指标 假设我们让它在日上面 也显示来看一下它的日均波幅 那我们看到英镑的日均波幅 它达到多少 它有239点 每天平均239点 相当强大的波幅 相当强大的波幅 那欧元来看一下 最近一段时间84点 每天波84点 这是很小的一个波幅 澳币平均波幅81点和欧元基本持平 但是波动的百分比要大得多 纽币的波幅达到了85点 我们最近一段时间 看看纽币 纽币我们昨天说 纽币走出大洋线 我们说纽币有交易机会 昨天我们比较了两个交易机会 我们认为说 澳币技术面上看多 与纽币技术面上看多 哪个的多单更好呢 我们说纽币的多单 要比澳币的多单要更为理想 因为纽币处在低位 澳币处在高位 那这个低和高 我觉得应该打上一个引号 就是打上一个引号 告诉你说 低和高是相对的 纽币处在低位 那么在今天的时候 我们看到 昨天的行情大幅的上涨 那我们认为 纽币有可能会走出一个 运行到它比较深的位置上 就是下跌回调到比较深的位置上 大阳线运行之后 那短时间上又回调到了原来的支阻互换的位置 周输轴线的位置 再次形成上涨的行情 我们感觉到 纽币在这个位置上开始逐渐的去构建它的底部形态 逐渐开始构建它的底部形态 目前我们看到价格已经占上了周输轴线 周成本线 那日输轴线和日成本线形成了金叉的状况 我们认为图形上 已经可以看到纽币开始形成上涨的格局了 在这些图形当中 我觉得这周纽币是也是明星货币 纽币是明星货币 我们昨天说纽币明星 黄金明星 美日明星 美日是有些意外的 美日昨天在这种大幅下跌的行情当中 我们认为美元对日币可能继续的下跌到前期的102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行情反转了 这个不是我们在分析行情的时候不准确 而是今天在市场当中出现了新的推动力 我们之前说过 如果有新推动力出现的话 那么将会从这个新推动力开始重新计价 重新计价 那么新推动力来自于安倍给予的新的刺激政策 27万日元的新的刺激政策 那这个刺激不仅刺激了美元对日币 也刺激了日经指数 我们看到日经指数在今天的时候受到了相当强烈的刺激 我们看到日内的 看一下日经指数在15分钟图上的运行 直接今天亚洲盘早盘就跳空高开连续的15分钟图不断的跳 喷喷不断的跳 这个市场对于刺激是非常非常敏感的 非常敏感的 我们回想各个国家在做刺激的时候 想一下美国 想一下美国 我们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看到SP500 SP500的日线图 或者周线图吧 这是美国的SP500的周线图 你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 它的周线图从2008年开始就一路45度角上行 我们真觉得说 如果说哪个国家的股市真的叫说叫慢牛 或者说既强烈上涨又稳定而强烈的上涨的话 那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股市 这是我们在各个国家经济体中 唯一看到说美国进行的长的牛市的 非常强的牛市的周期 美国的这个牛市周期 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有史以来 第二长的牛市牛市周期了 它的运行的天数超过2000天的 这是第二个超过2000天的牛市周期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图形运行的角度 就以下边缘为例 它的运行的角度21度角 以21度角呈现出的上涨行情 在长达6年的 就是长达8年的时间里边 始终以这样的角度上行的 那这是我们刚才画的这个图形 如果缩小的话 我们看到图形的比例可能会更加的倾斜 这样的一个倾斜的倾斜度 是非常强劲的一个倾斜度 这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 它的股票市场的走势 以及日经指数在今天的 在今天的时候走出的图形 接下来我们再看欧元区 那欧元区有它自己的货币 我想听了我们这么多课程的同学 一定会赞成这个思路 欧元区有自己的货币 那么就是欧元 刚才我们说这个行情 也是走的并不特别远 那它有20多个成员国组成 那么这些成员国是从 在应该在五几年 一九五几年的时候 开始形成了一种政治经系的联盟 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 欧盟区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区 那么在这些成员国当中 有17个成员国选择欧元 作为统一的货币 那么当然这些成员欧元区的 这些成员国当中 也是两有不齐 有些国家非常强大 比如说我们说欧元的盟主 德国非常的强大 那相对较差一些的 法国意大利也还可以 但是差距还是相当明显的 那更加弱小的国家呢 我们看到就是欧洲五国 P-I-G-S就是欧洲五国 那葡萄牙 爱尔兰 冰岛 基斯 Grace 这个希腊 还有最后的S 欧洲五国的S是西班牙 这些国家都是并不特别强大 西班牙其实 本身它也分为南北两大部分了 经济 经济差别很大 整体上也是 那中间我觉得这些国家里面 冰岛是破产的一个国家 冰岛破产国家 而今年冰岛竟然在 在这个 欧景赛上竟然 是战胜了哪个国家了 也是形成 也是蛮强大的 这国家捕鱼为生的 一个国家 在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 捕鱼为生的国家 开始做成了金融国家 那外债非常多 那么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最终性欲破产 国家破产 那这是这一类的国家 那希腊这个国家 那在欧 这些 在所有的这些成员国当中 可以说是 让欧洲最为头疼的一个国家 麻烦无处 而且自己还能讲出一番道理 我们在上一次的 就是在之前 在去发掘欧洲经济危机的时候 是债务危机的时候 希腊说 我欠你的债 你让我还 你就完全不是没有人到 我还不起 就应该放 就应该把这个债呢 无限期的延迟下去 德国出了一个主意说 那你先借点新债 然后把你的旧债先还了 希腊说 这完全不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国家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家 那么欧洲区在 欧洲区在使用的时候 它使用的欧元 出口的主要产品 机械 飞机 汽车 药品 也都是 也都是欧洲重要的 这种出口的产品 可以说它的产业链 非常的丰富 而且它的历史文化的背景 很深刻 它的这种奢侈品 可以说是世界所有奢侈品的 一个发源地 我们很难想象说 一个奢侈品牌 它不是从欧洲生产的 它能够叫成一种奢侈品 比如说我们在 经常在去 比如说美国大众在去购买汽车的时候 它就会这样想 购买日本车是方便经济省油 购买美国车 它是希望马力大 希望它的这种运载能力强 但是真正如果说 它想找一个奢侈型的车的话 选择福特的人一定不是主流 甚至说像克莱斯勒的这些车 都不是它的主流 它会选择欧洲区的车 那我们想到这些 时装 钻石 手表 这些涉及奢侈品的 这些品牌的话 大多它的发源地都会在欧洲区 所以 欧洲区的 它的这种经济的强盛度 还有它的文明的繁荣度 也是一个世界的 除美国之外的 另一个中心地区 这是我们看到的 欧洲区的状况 那么欧洲区在 去欧洲区的这个欧元 很多人也会把它叫做反美元 反美元 那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在之前我们讲过的美元指数当中 它57%的是来自于欧元 那么欧元的涨跌 其实就表明了美元 或者说表明了美元指数这个产品 美元指数的 表明了美元指数的 运行的状况 那么欧洲区最近的基本面 整体的运行并不良好 它的各种 无论是债务的负担 还是这种就业的状况 和美国相比 还是相去甚远的 但是为什么欧元不跌呢 因为它是从1.4来到的这里 欧元是从1.4 长途奔袭超过3000点 运行到了这个位置 运行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了欧元产生了一些抗跌性 止跌的一种作用 那么欧元对美元的一手交易 是10万欧元 就是当你去交易它的时候 有些初学者可能不了解 一手是10万 10万个单位 交易一手欧元的时候 它是10万个单位 是做了10万欧元 那么 那当然每点的波动也是10美元 一点一手10美元也是涵盖它的 那么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欧元有它一些特别的交易技巧 比如说欧元在运行的时候 它会属于一种 欧元属于一种低息货币 属于一种低息货币 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欧元有可能会产生比较大的上涨 这种特性是最近的两年才有的 就从2014年才有的 风险来临的时候 欧元会上涨 澳币会下跌 欧元会上涨 英镑会持平 那中间的道理来自于说 低息货币 低息货币在风险来临的时候 会有这种 比如说我们在做套息交易 相当多人在做套息交易的时候 风险来临的时候会退出套息交易 这时候 风险货币当中 那些低息的货币 那些在套息交易中被抛售的货币 会在风险来临的时候会补仓 那这时候形成欧元的上涨 那货币对当中会形成截然不同的两大类货币 那高息的货币 澳币纽币会下跌 低息货币 瑞朗 瑞朗欧元会上涨 瑞朗会尤其上涨 因为瑞朗本身就有避险作用 它也是低息会尤为上涨 那相对居中的 美元在这个层次上相对居中 那么除此之外 英镑也相对居中 英镑的利息是0.5 所以它的也是相对居中的 那我们今天先讲到先讲三个货币 先讲三个货币 那么明天的时候 我们再学习日币 加币 澳币 瑞士 法郎 新西兰币 或者我们把它放在后天讲 明天的时候 我们可以多做一些交易 马上明天到了周四了 可以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当中 有没有一些交易的图形和交易的行情 来逐一看一下 英镑的思想实图 盘整行情 这也是英镑在最近一段时间内 走的最最为辗转的一个时间 显然它不是趋势行情 英镑显然不是趋势行情 所以交易英镑 以及英镑的交叉盘 我们建议设置相对较大的止损 相对较小的盈利区间 去做这个动作 然后在本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我们看到1.8都不能够涵盖它 我们把它调整到2.0 那这是英镑的图形 大概围绕着2.0的这个盘整区间 在上下的运行 所以我们在交易英镑的时候 我们看到就单纯的技术面上 上边的输轴线阻挡了价格的上升 与之相匹配的除去输轴线之外 还有它的周成本线 那这个区间是阻挡英镑下跌的区间 那阻挡英镑上行的区间 而下方的位置出现在1.3050到1.3060的区间上 就是在这里边的一个区间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上 英镑还是以盘整为主了 在这种狭小的区间当中 采取挂单交易的方式去执行它 整体上我们在这张图上会更加清楚的看到 英镑的这种收敛的行情越缩越窄 所有的这些技术指标呈现出一种中央汇聚的格局 中央汇聚 那就是我们看到周输轴线周成本线 各种指标的汇聚一点 市场在凝聚力量 将来的英镑将会是非常大型的走势 我个人觉得英镑在1.3的这个位置上 已经是它的低位了 即便英国退欧了 呈现出一种大幅下跌 但是英镑本 英国本身的这种经济实力 以及它的进出口还在 它与美元的配比 短时间上放到了1.3的位置 1.3 1.31的位置上 显然不符合大多数人的心理预期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等待的是一个市场当中的力量的积蓄和累积 这是我们在 那当然这个时间点 发动的时间点在何时呢 我们有可能这个时间点 预计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有可能短一些 就目前而言 我们已经看到 已经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了 从6月24号退欧时间开始 到今天已经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所以在之后我们会在中长线上会逐渐的去增加一些英镑底部的 尝尾包括我们看到在前两周的首英镑开始大幅的上涨 进入到本周价格开始连续的形成一种三角形收敛整理 就四小时图而言 我们把 我们把最后的这 如果我们把 这个图 加大一些 把最后的那根大阴线抛开 其中的时候 我们看到 这个波段是反转 那么现在是三角形整理 将来的行情 有可能在这个三角形的上破的时候 形成这个上破的行情 所以我们对英镑看法还是比较偏 比较偏乐观的去看待英镑的 底部的区域在1.3的位置上 所以如果有行情运行到下方的时候 我们可以尝试英镑 棒美的多头行情 澳币 澳币的图形 来看一下这个图 我们来看一下澳币的日线图 这是澳币的日线图 澳币的日线图当中 整体上价格 含着两种走势的规律 前期的下跌 以及最近一段时间 盘整的上升 这个盘整上升的幅度 是围绕着1.3到1.5的轨道去运行的 那现在的位置正好处在这个下边缘的位置 按照通道来说 这个图形应该是向上 这是一个上行的通道 但是通道的乖利度非常大 所以我们发觉澳币的长短线的规律 长短线的结构是不一的 那么另外 这个通道在形成的过程当中 澳币对美元连续的五次去触及了它低点 这是第一次在低点区域 第二次低点区域 第三次低点区域 第四次低点区域 那现在是第五次低点区域的 所以我更感觉澳币在这些货币当中 它的走势不容乐观 它的之后的走势不容乐观 那如果形成下破的话 那将会比较显著的一个下行走势的行情 那在今天的时候价格一度点破了 就是占上了75 应该说触碰了75的 这是7560的价位 一度达到了7560 这只是与7560的价位 那然后大幅的下跌 这样的线形在出现在高位的时候 所谓的高位就是大阳线 阳线上来出现在高位的时候 预示行情有可能是偏空的 所以我都要比认为它不太乐观 那如果你能做到76或者75之上的空单的话 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交易的入场点 这是我们对澳币的看法 短线四小时图上 短线澳币的四小时图上 在今天的时候 在顶端走出了这样的一个相当强大的线形 这在本周是最强的一根线形 那如果我们把这根线形和前边的 所有线形组合起来看的话 这一根线形几乎将前 将本周的全部涨幅所吞没 这是一个看空的图形 高位扩散看空的图形 每人对加币继续在高位震荡 行情并没有走出明确的走势 颈线的位置仍然存在 这是它的颈线的位置 是相当清楚的一个颈线的位置 大约是在就在目前的价位上 就在目前的价位上 那碎小线形在这里边形成了盘整 去期待将来行情走势的 进一步的方向指引 所以它走势的方向并不明确 纽币在走的过程当中 是我们看到的交易货币对我认为最为理想的 那假设我们在交易当中 想去交易纽币 又想减少一些风险的话 可以在做空澳币的同时 做多纽币 形成一个相对的对冲 去减少一部分 趋势不太确定造成的风险 那有投资人就会问 杨老师 那既然纽币做多澳币做空 那就空澳币对纽币就可以了吗 就是空澳币对纽币 我觉得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直盘的去空澳钮 澳钮本身技术面上还未破位 另外你直盘的空澳钮相对来说 是使得澳币和纽币的仓位只有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你去空澳币 多纽币的话 就可以设置不同的仓位的配比 那我个人认为 纽币的多的可能性 要比澳币的空的可能性要来的大 而且走势更加清晰 所以如果真的去进行两种货币对冲的话 我建议使用纽币的仓位 要比使用澳币的仓位 应该多出大约50%到60%的仓位 去建立这个仓位 比如说我们建立两手澳币的空单 建立三手纽币的多单 去这样去完成交易的布局 那这种布局在澳钮上就不能够做了 你只能够一比一的去交易澳钮 好这是我们看到的 看到的这个图形 看一下交价盘当中有没有什么值得交易的货币 对啊 这是我们看到的欧币啊 也是走的不是那么特别清楚 摆档类的指标 今天有些同学问说 随机摆档指标应该设置九十十还是二十八十 通常的常规做法 我们希望摆档类的指标走到极限位置 所以它的极限位置应该是九十和十的 做它的极限位置可能更为理想 那昨天在我们QQ群当中也有同学去提问说 怎么去确定它的极限位置 我想极限位置的确定需要找到 当然从摆档类的指标中可以找到极限位置 从它的区间反转当中可以去 从它的比它大一个格局的行情的运行当中 可以找到极限位置 从它的均线的这种涨跌当中 可以找到极限位置 所以这些都是去寻找极限位置 和寻找关键支撑阻力位的一些方法 我们看到欧元 欧元对英镑 这个图形均线开始逐渐的打开 我们认为这个图形将来的话 还是偏多的运行 相对偏多的运行 行情打开 来看一下其他货币 这是 欧元对纽币 与日币的相关盘 在今天的时候的走势都是比较离奇的 因为都是与基本面相关的 这是黄金 黄金在四小时三十分钟图上 又点字高点下来 黄金我们还是去逢高做空 这个交易的思路并没有产生特别多的变化 那今天再次如果上到苏州线 我们似乎看到说最近一段时间认为 黄金如果上到高点 1330的位置上去做单 那看这个目前的状况 上到这个位置的可能性非常小 所以如果有积极的投资人可以把它放置在13251323左右的位置上去交易 可以 但是黄金整体的都是在摆档当中 图形走的也并不多远 所以它的交易的状况也都相对普通了 相对普通 这是我们看到的黄金 原油价格呈现出脱离的状况 从4544的价格上已经远远的离开了 那现在的报价 4279已经呈现出一种颇为下行的状况 国际金融市场也是对原油 重新出现了它的新的下跌行情 原油已经从5040开始逐渐向新的低点迈进 这是原油在最近一段时间上形成的这个头部的形态 也是很漂亮的一个头部的形态 原油下一个关卡价位 显然整数关卡有40 有40的这个关卡价位 有同学问欧元对纽币 技术面上的欧元对纽币 我们来看两组两个阶段 你在去交易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行情去能够做一种 断的能力啊 能够把这个行情去做一个间间断 在涨和跌当中去寻找它的阶段 那在这个图形当中 我们能够看出中间的这一段图形 是欧元对纽币的回调行情 是欧元对纽币的回调行情 那我们看到欧元对纽币在四小时图级别上 随着它逐渐的回调回调到前期的支阻互换位置 在这里形成吞没形的阳线 这个阳线是吞没形的阳线 这个图形表示说前一段的这个下跌行情 告一段落了 前一段的下跌行情告一段落了 那有可能形成就单纯就它而言 单纯的欧元对纽币而言 那认为这个图形了 有可能会形成上涨的行情 目前价格一根大阳线 形成了对前期这些小线型的反转 占上了日成本线 占上了月成本线 占上了周成本线 那现在测试周输柔线之后了 现在在回调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看到单纯的这个图形是上涨的 单纯的这个图形来说是上涨的 不过请注意刚才我们分析的纽币这个图形 就是纽币本身有可能形成大幅的上升行情 这使得欧元对纽币不太是明星火币 欧元对纽币不太是明星火币 所以这是我们的看法 之前我们也做过欧纽 就是底部形态产生的欧纽行情 做多的行情 那长期的趋势当中 这个欧纽仍然在一个上涨回调 在上涨的过程当中 会走这一波 所以我们认为单纯的技术面分析 欧元对纽币是偏多的 技术指标上显示的下方的ATR指标 那我们看到ATR指标开始 它的波幅开始逐渐的增大 价格从低点开始脱离 那如果我们再去多观测一些均线的指标的话 发现这个地方的均线的纠缠交织被大阳线打破 那将来有可能会形成上涨的图形结构 四小时突然这些百档类指标 也认为它开始逐渐呈现出一种看多的形态 逐渐看多的形态 所以这是我们对它的看法 四小时突然的百档类指标 现在走势还并不是特别明显 它的图形 至少我们在短单上 日内的短单上 我们看到上涨回调 点次低点点次低点 那这也是知足互换的位置 至少日内短线上 我觉得它是偏多 这是没有问题的 欧元对纽币 短线行情当中 我们看到它在目前的今天的这个价格上 站上周成本线和日成本线 等到它再次上来的时候 再破前高的时候 这种多单会更加清晰的会出现在图形当中 好 百档指标也是不错啊 这个会清楚的告诉你两个底部区域 这里底部区 这里的底部区 也都是非常漂亮的底部区 所以 欧牛这个图形 我认为它整体的走势 单纯的短线上是偏多的 那么在交易的兴趣 这个方面上 我觉得它不是明星 兴趣并不特别大 这是我对欧牛的看法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明时解惑的环节 有问题的头证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 那和我们取得联系 那么有问题的同学可以在 我们的QQ群 微信群 可以在网络当中向我提问 看到问题吗 你懂 好 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的讲解就 等一下 看一下 有同学问说 瑞朗对美元 美元对瑞朗什么情况下 什么情况影响它一直涨 其实瑞朗涨幅并不大 我们在图形当中看到了 这是瑞朗昨天的走势 昨天这是美瑞 走了100多点 美瑞的图形 我们在消息当中 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 会说到瑞朗贬值 或者美元特别强大的图形 技术面的走势上 就四小时而言 这是四小时图 美元对瑞士法郎在上涨 上涨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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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涨 那现在呈现出美元对瑞士法郎破位的结构 这是美瑞的 美瑞的破位 我们在之前去衡量哪种货币强弱的时候 也去做过它的探讨 美瑞拉回到低点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这种上涨的行情 技术面上我们看到 在昨天和今天的时候 上破疏轴线 那日程门线和周程门线形成打开的状况 技术面上也是偏多的 技术面上也是偏多的 这也是前期的上涨回调 那今天走出了比较大的图形 有个人问说是不是跟期权的交割日期有关 期权的交割日期 我们在交易当中 就去交易原油的时候 有可能会有原油的掉期 通常期权的时候 有它的掉期的时候 有可能会产生这个涨跌 但是在交易当中 我们不把这个成分去考虑到 交易的当中 喜欢了解的同学可以去查一个词 叫做四乌日 四五个 四五的四 乌十的乌日 去看到在行情 在这种期权掉期的时候 产生这种额外的波动 但是不是这样的图形 不是这样的 而且也没有形成其他金融市场当中的联动性 我们有时候 有时候做单的图形 比如说昨天我们也交易了 也交易了瑞士法郎 我们只交易了欧瑞 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单纯的技术面就告诉我们说 技术面就是一个上涨的图形 昨天我们就实际上就交易到了瑞朗的这波多单的行情 我们是交易的欧瑞 没有交易美瑞 但是交易的欧瑞 其实也是 那它的原因来自于哪里呢 我觉得更多的是 就我的理解来源于技术面上 回调到位之后 重新发动原有行情 因为这不是分析的结果 而且是在交易当中 交易的结果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图形 好 其他同学也可以在 就是有兴趣的 张一辉同学 也可以自己做一下功课 在网上去research一下 看看是瑞朗是不是有些什么特别的消息 引发他波动的 做一下功课 如果发现讯息的话 也可以跟我们大家 去把你的研究成果和大家进行分享 到底瑞士法郎 为什么在昨天今天的时候 走出如此的走势 好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里 祝各位同学交易顺利 谢谢大家 好